大家看一下这件玉壁 你看一下它的光气 看一下它貌似是钙化的一个状态 并且局部的出现了一些象牙黄或者是焦黄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件东西呢 它是一件十足的一件防品 这个钙化是怎么来的呢 是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火烤造成的一个特点 还有这上面的一些列 这都是火烤造成的一个特点 那么它最主要的破绽在哪里呢 第一个就是这个所有高起来的这些云文也好 或者是古文也好 它这个最顶端的这个光泽和底面这个平面 这种光泽是不一致的 第二个呢 就是所有的这些古文 这些细阴线都是竖空机床 雕刻产生的一个现象 再一个呢 它的文饰比较混乱 你看外圈的这个文饰呢 它是春秋晚期的一个风格 而中间这个古文的一个特点呢 是战国晚期到汉代的一个风格 这本身就是一个逻辑上的一个混乱 还有的 它仿的这个渗透交接的这些现象呢 其实这是寝食造成的一个现象 就是放大了以后呢 可以看到它没有高取预表 而是吃到预表的下面 把这个预来寝食了 再一个呢 还有这个裂 和这个弓痕之间的一个关系 它没有出现一个错颜的一个现象 因为所有的古域 它的裂都是入土以后产生的 如果是入土以后产生了一个裂 它会把原来的这个文饰会破坏掉 出现一个轻微的一个错颜的一个现象 综合判断呢 这是一件入土特征的伪造水平 比较高的一件防品 1个预充 3个预兇 2个预充 3个预充 Sammy C 6个预充